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霍振亭 霍振环 霍启山 此举对于何鸿燊家族跟霍英东家族来说影响非常大 甚至将影响未来20年的格局 众所周知 何鸿燊之所以能成为赌王 拥有家族博材产业 其中离不开霍启山爷爷 霍英东的支持 所以霍启山的加入无疑是给赌王何鸿燊家族里的后辈们打了一针抢亲技 代表着霍家和何家这两大浩门世家世代有一长存 绵延传承 说到霍启山 很多人都用青年才俊来形容他 作为霍英东的孙子 霍启山一直都在霍英东集团工作 拥有良好的商业手腕 处理事情颇有爷爷霍英东的风范 霍启山在商业领域里的才华自然不必多说 但作为豪门后代 他的感情生活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40岁的霍启山曾经对记者说 如果我以后要娶妻子 希望能够像哥哥霍启刚一样 找到像大嫂郭晶晶这样的老婆 如今的霍启山已经39周岁了 但目前依旧是单身 很多人都对他的情感生活充满了好奇 霍启山从小就被送往国外读书 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他见识广播 也很得爷爷婚姻东的喜爱 每次放假回家 爷爷就会带着他去内地谈生意 霍启山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并算不上太幸福 因为那时候正是父亲霍振婷和母亲朱玲玲婚姻危机之时 2005年朱玲玲主动提出离婚 结束了和霍振婷27年的婚姻关系 朱玲玲离婚后不仅开始追求事业 还追求爱情 很快他就和相识多年的男闺蜜走在一起 此时身为长子的霍启刚 已经有了一定的生存能力 霍启人因为年龄最小 被朱玲玲带走抚养 三兄弟中最苦的就是霍启山 其实霍启山比霍启人大不了多少 他也需要母亲的关照 成长阶段缺少母亲的陪伴 父亲又因为打理家族生意 常年不在家 更不用说关心霍启山了 许多人唾手可得的东西 对豪门家庭的霍启山来说 却是比登天还难 缺乏情感关怀的他 虽然在生活上没有受到难尾 但在感情上多少缺乏一些安全感 再加上来自家庭方面的阻挠 霍启山在恋情上接连失败 最终他斩断情思 一心扑在事业上 都说年轻时候的霍启山风流倜傥 曾有过不少女朋友 在他的历任女友中最出名的当属国际巨星张子怡了 2004年21岁的霍启山与25岁的张子怡相恋 两人高调的谈起恋爱 即便在公共场合 两人也无所顾忌的拥抱接吻 在活动中 两人一起跳了一段舞后 霍启山主动坐到张子怡的座位旁聊得很投机 一个月后 两人再次相遇 初见已经清新 再次碰面 美好的情愫在心里疯狂滋长 一个是青年才俊 出身豪门 一个是影台明星 想遇国内外 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 四个月后 一起逛街的镜头 就被媒体捕捉到了 霍启山和张子怡面对镜头时很高调 毫不遮掩 爱得非常甜蜜 当时有许多人不看好两人的恋情 有的认为霍启山只是随便玩玩 有的认为张子怡想攀上豪门 面对外界的猜测 霍启山大方承认 自己爱上了张子怡 是真心想和他再起 两人再恋爱的同时 张子怡的事业也一路高歌猛进 2005年 张子怡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 这个荣誉对许多女明星来说 是很难达到的高度 这时候的霍启山也面临着人生新的挑战 她大学毕业后 并没有马上接手家族事业 而是选择留在华尔街做了一名投行 专门帮助国外企业在国外上市 这样一来 张子怡和霍启山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可霍启山很看重这段感情 为了张子怡 她花了很多心思 那时张子怡正在拍摄《异记回忆录》 但她英文不好 经常被英文老师弄得头疼不已 霍启山知道后 打国际长途陪女友练习英文 在霍启山的帮助下 张子怡的英文水平直线上升 为了张子怡 霍启山还缺席了家族中的重要聚会 甚至连爷爷霍启东最后一次出席家庭聚会都没在 可有一说一 朱玲玲对霍启山的意见不小 她甚至娱乐圈的水深火热 私下多次暗示霍启山分手 霍启东老爷子对孙子恋情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 面对记者采访时一脸无奈的回答 儿子的事情我都管不了 孙子的事情怎么管 2006年张子怡和霍启山维持了两年的恋情 还是走到了尽头 外界对此事众说纷纭 与霍启山分手后 张子怡迅速与另一位富豪在一起了 当被媒体问到她与霍启山的关系时 张子怡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们只是朋友 而有消息称 霍启山沉浸在这段感情中无法自拔 写下了至死心如灰烬 看得出来张子怡对这段感情并没有很上心 而她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对霍启山的打击是很大的 在与张子怡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霍启山都没有开始新的感情 事实上霍启山的工作能力丝毫不亚于霍启刚 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看到霍启山陪在霍启刚身边 兄弟俩一条心做了很多时事 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些不合时宜 因为此时霍启刚身边已经有了郭晶晶的陪伴 哥哥获得家人芳心 霍启山心里挺不适滋味 2016年正在霍启山郁闷之时 他生命中第二个女孩出现了 他就是赌王和红身的女儿何超莲 同样出身豪门比霍启山小八岁 何家和霍家是世交 两家时常聚在一起 可以说霍启山和何超莲自小就是青梅竹马 霍启山和超莲这一对金童玉女的感情 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祝福 大家认为两人不仅财貌出众 又都出身于豪门 再加上两家有生意上的往来 如若当初这段感情顺利发展下去 那必然能成为一段佳话 对于这位门当户队又有才华的名门千金 霍家当然很满意 只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霍启山似乎并不是何超莲喜欢的类型 何超莲曾和吴克群有过一段长达四年的感情 可两人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分手的结局 在那段感情中 何超莲受了许多委屈和心酸 在何超莲最需要关心的时候 是霍启山无时无刻地陪在他身边 给了他勇气和信心 那段时间从很多报道中看到霍启山与何超莲走在一起 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等来两人公布恋情 何超莲走出失恋的阴影之后 霍启山也悄然离开了 彼此不留任何痕迹 唯独让坎坷叹息 除了张吉和何超莲外 霍启山还曾和一个外籍模特 丽雅有过一段感情 据说霍启山还曾带着丽雅 跟家人一起去北京看奥运会 恋爱四年后 因为女友喜欢阳光和海滩 霍启山就在临近海滩的地方买了一套豪宅 准备向丽雅求婚 只可惜 两人最终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因为霍启山的奶奶吕燕妮比较传统 她喜欢的是郭晶晶这样的孙媳妇 并不喜欢外籍模特 不可否认霍启山真的很优秀 但前提是她是霍家的子孙 享受家族的荣耀 自然要接受家族的束缚 最后在长辈的压力下 霍启山和丽雅的感情就此中断 和张子怡恋情两年 后来与丽雅恋情长达四年 再后来与何超莲 前后差不多十年时间 情场屡屡受挫 这让痴情的霍启山再也吃不起来 她决定痛定思痛 抛开感情 把心思放在家族生意上 在事业上霍启山比在感情上要成功许多 现在她已经在家族事业版图中站稳了脚跟 如今霍启山已经38岁了 虽然已经步入中年 但她依旧单身一人 也没有新的恋情传出 而张子怡早已经和汪峰结婚 并且生下一儿一女 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 堪称人生赢家 何超莲恋上逗笑 脸儿男才女貌 感情非常甜蜜 霍启山似乎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不怎么着急 她表示 现在还没有对象 一切顺其自然 但霍启山的母亲朱玲玲 却很担心儿子的婚事 多次明里暗里的催催儿子早日成家 不仅朱玲玲着急霍启山的终身大事 就连嫂子郭晶晶也很关心 主动给她介绍自己的朋友 在那之后 霍启山很少公开过恋情 对于她的终身大事 媒体们也非常关注 至于霍启山的理想型 她曾透露过 如果她要娶妻 那么希望能找到大嫂郭晶晶这样的女人 对霍启山来说 大哥霍启刚与大嫂郭晶晶的爱情 是她一路见证的 郭晶晶为家庭为哥哥的付出 她也一直看在眼里 在霍启山心里 大嫂郭晶晶不仅有世界冠军的光环 更是个不目豪门 没有金钱味的女人 郭晶晶与霍启刚结婚后 俩人的感情一直很甜蜜 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但依旧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生活日常 或许在霍启山心里 这种简单美好的生活 才是她所向往的 或许在霍启山心里 比起美丽的外貌 更让她心动的 是大嫂郭晶晶那种心灵纯净的女生 而现实中围绕在她周围的 大多是贪图名利的女人 就了郭晶晶这样优秀的大嫂为参照 霍启山自然看不上那些 满心金钱名利的女人 她之所以至今没有谈恋爱 或许就是在等待那个 属于自己的郭晶晶 我们下期再见